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二版四十七集 陈哥在电台内将中立支绳枝一发 目前已经彻底地解决了怪谈协会在电台的五号与十二号 语言队长一番交接后 陈哥回到恐怖屋睡着了 早上八点 陈哥被电话惊醒 接通后发现是顾飞鱼打来的 昨天小顾跟着游客进去体验了一圈后 说什么都不愿意在这里工作 钱固然重要 可命只有一条 不过后来他架不住陈哥的劝说 这才答应今天再来尝试一下 午夜逃杀场景 正好缺少一个演员 只能先让小顾顶上啊 陈哥换了身衣服 写书完后跑到乐园门口将小顾接了进来 陈哥 我觉得自己没有吓人的天赋 昨晚我想了一晚上 你为我找工作不嫌弃我 可我不能坑了你鬼屋的口碑啊 不吓人没事 我可以教你 跟我进来 先试一试你的工作服 陈哥将小顾带入化妆间 当小顾看见浸染鲜血的医生制服 和人脸拼凑而成的人皮面具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拿着 还有这把锤子 你抡几下让我看看 贴着沉重的碎炉锤 顾飞宇蒸蒸地看着锤头上残留的血字 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你们鬼屋的道具都这么真实的吗 是我们的鬼屋 别啰嗦 赶紧穿上去 九点乐园开业 留给陈哥的时间并不多了 所以他不停地督促顾飞宇换上装备 穿上整套碎炉医生套装后 顾飞宇看着镜子里的怪物 他简直不敢相信 那就是他自己 陈哥满意地点了点头 顾飞宇身高体型和他差不多 只是很多动作不熟练 所以显得有些迟钝 不错呀 有点感觉了 面具贴紧着你的面部皮肤 如果你想要 让面具的表情发生变化 可以通过调节面部肌肉来实现 顾飞宇试着挤出了一个笑容 看起来不仅不恐怖 甚至还有些欠揍 你扮演的角色是杀人狂 是个疯子 你让我看到那种癫狂的感觉 你先找准自己的定位 杀人狂也分很多种 难度最低的就是冰冷沉默性 扮演好这个类型的杀人狂 你要注意的是保持绝对的冷静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慌张 就好像是一台只知道杀戮的机器一样 比冰冷沉默高一个等级的野兽型 你要让游客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危险当中 就像是你手中的猎物一样 只能拼死挣扎 但是却无法逃脱 再难一点 是病态疯癫性 这个类型的杀人狂 最能带给游客恐惧和尖叫 但是对表演要求非常高 从表情到眼神都要尽头疯狂 就像是控制不住的大火 肆意燃烧 要毁掉一切 诚哥边说边做出各种不同的表情 来交鼓飞誉 他见过的疯子有很多 在短短几秒钟时间内 就转变了几种不同的风格 各种类型的杀人狂 诚哥都见过 他在这方面拥有其他鬼无从业者 都不具备的实战经验 顾飞鱼已经听懵了 只能不断点头 诚哥找到小小 然后领着打扮好的顾飞鱼 来到三楼午夜逃杀场景当中 你刚选 我对你要求也不能太高 整个场景 昨天已经让你熟悉过了 道路都记熟了没 想到昨天 自己被一次次扔进 无业逃杀场景当中 顾飞鱼的眼泪 都在眼眶中打转 还没 昨天被吓得光知道乱跑了 根本记不住路 一个合格的鬼无员工 其实熟悉通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游客出现了意外 你要第一时间赶去救援 在这里 我们既是魔鬼 也是天使 我怕自己做不到啊 老实说 我一进来就有点慌 一想到自己 要一个人待在 这么大的场景里 我就有点害怕 我还是觉得自己 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打起精神 男人怎么能随随便便 承认自己不行 凡事都有一个过程 你现在觉得害怕 畏惧 很正常 但克服心中的恐惧以后 就会慢慢习惯 无论在场景里 遇到了什么都不要慌 这小家伙 会给你带来好运 说完 诚哥将口袋里的小小 递给顾飞鱼 顾飞鱼单手捧着小小 此时此刻 不管诚哥说什么 他都只能去相信 诚哥拎着顾飞鱼 熟悉了午夜逃杀场景里的 所有密道和机关 又告诉了他一些 最基本的吓人技巧 比如保持多远的距离 最能带给游客压迫感 还有如何卡视野 才能带给游客 意料之外的惊喜等等 距离九点 还有二十分钟时 诚哥让顾飞鱼一个人 在午夜逃杀场景里待命 自己先离开了 被独自扔在场景当中的顾飞鱼 抱着碎炉锤和小小 无助地缩在墙角 他看着漆黑阴森的走廊 慢慢蹲下身体 几个月前 我还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上插秧 大城市真的好复杂 我有点想吃奶奶做的 梅菜扣肉了 关上午夜逃杀场景的大门 诚哥听到鬼屋外面有动静 走出去一看才发现 几个工人在安装横幅广告 徐叔和一个陌生的发福中年人 在休息厅里交谈 看到诚哥走出鬼屋 徐叔招手让诚哥过来 诚哥 说 你今天来得好早啊 徐叔满脸笑容 看起来心情很好 今天呢 是咱们乐园重振旗鼓的重要日子 肯定要来早一点嘛 这位是杨公 休息厅施工 就由他来负责 你有什么要求 也可以向他提 叫我老杨就行 看到杨公 诚哥这才想起了一件事情 施工队 正好 我还真有件事 要麻烦你 罗董事交代过了 您尽管说 我需要你尽快 将乐园地下停车场的两个出口封住 不需要封死 但绝对不能让人随便进出 之前乐园 只是用障碍物堵住了大门 从缝隙可以轻松翻入其中 好 没问题 地下停车场 被罗董事免费租给了诚哥 徐叔也清楚这件事 所以没有阻拦 那你们继续忙吧 我再去鬼屋里 检查一遍场景机关 诚哥回到恐怖屋 拿出黑色手机 一个晚上过去了 场景扩建 应该已经完成了吧 他点开屏幕 上面果然有两条未夺消息 第二次扩建成功 获得特殊建筑奖励 猛鬼的换衣室 再扩建一次 恐怖屋将升级为战力迷宫 猛鬼的换衣室 误入鬼楼的警察 被困废下的学生 夜谈病毒的记者 失去记忆的病人 在这里 游客可以身临其境 体验各种角色 猛鬼的换衣室 将为游客提供服装道具 更换服装 将大幅增加代入感 注意 换衣服 有百分之一的概率 处罚极致体验 能让游客 完全带入另一段 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体验无法被复制的震撼